今天来到了11个水库 全河已经冰封了 我们这边正在破冰 也是别人的老雕味 我们先破冰 来 用力 站起来 好了好了 哥们 这个冰冻我们已经破好了 接近两个小时了 时间也不短了 大家可以看那边二铁已经过来了 正在破冰 完成了我们今天就的水库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漂亮 我的最爱 朋友说这边鲫鱼非常多 非常过瘾 也是你胜利我最喜欢的小鲫鱼 然后我今天用了4米5的杆 0.8主线加0.4 一开始拉腦了 没拉大 我试了一下鲫鱼不是多大 然后今天由于这个冰 大家可以看一下破的冰不是特别长 我用4米5的杆的话 感觉有点驱才了 有点长 不太得劲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一杆 哎 好像有口 哥们 来 漂亮 重要 还不小啊 这一条 还可以啊 然后我马上给它换成3米9 4米5有点 太长了 好了哥们 胜利换了3米9的杆的 0.6的主线 加上等下换上0.4啊 浮标的话 我想了想 还是用阿卢的P04这款浮标 这款浮标呢 主要是针对轻火的小鲫鱼 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就钓的鲫鱼也不大 我们就用这款浮标来钓 来 胜利呢 先调个浮标 现在我们开始 有些人爱到忘了新结果 落得一白涂地 有些人永远在憧憬 却只差一步距离 问世间什么的美丽 爱情绝对是个奇迹 我明白会有一个心 在远方等我靠近 我要找到你 不管它没东西 直觉会给我质疑 若是爱上你 别问什么原因 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我要找到你 按住你的名字 打开幸福的盒子 让我找到你 就从那一刻起 一开始一路 所以一辈子